当时在飞行过程中 乘务员发现后报警 并查找到最后一位使用卫生间的宋毛 宋毛表示 在飞行途中他犯了烟瘾 就到机舱卫生间里抽烟 禁烟警报突然报警 他吓得赶紧把烟头扔掉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飞机刚一停靠 宋毛就被等待的民警带回了派出所 宋毛承认了自己飞机上吸烟的违法事实 烟地直接从卫生间就冲走了 他以为就没有事了 结果这个烟雾就是触发了烟雾警报器 对资料管理耍华的规定 宋毛的行为已经饶了了 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我们也对齐进行五日的心中拘留 我们也对齐进行五日的心中拘留